大家好我是杨阳 我是尚杰 今天是5月10号 我们的车已经买回来了 就停在这个院子中间 这个登记证书看了一下 从看车然后到试几天 然后买车 我到现在才开始看这个 就是上面已经有五润车主了 我们是第五润车主 这个车转让了五手 看了一下那个平均开的年份 都是三年到四年的样子 五润嘛 三五一十五 也差不多 看我们能开几年 对 我希望可以一直开下去 是的 这个车的话 它就是一个方盒子的造型 看着就挺板正 就是这样空间 利用的会更高一点 皮薄现大 但是实际上它的尺寸 一点都不大 它这个只有三米七的长度 我来比一下 上节打开都占了一大半了 对啊 好像都 够不够两个我这样打开 够还是够的 刚刚好 还是够 它在三米七长 然后这个车的宽度 就是正面 这个宽度的话 只有1米5 像我们那个帐篷 都有1米6宽 是个 这真的好窄的 对 好窄 小小的一只 现在去里面看一下 这个车里面的话 就很简单 这是一个音响吧 但是这个音响已经坏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空调了 就只有一个空调了 这些调冷热啊 调那个模式 调那个什么风的大小吧 开关在这里 这里养个雾灯 别的就啥都没有了 什么倒车影像啊 雷达啊 乱七八糟的都没有 就一个挂挡的 挂挡的还有点破破烂烂的 这个挡把有点松了 它这下面的杆子都松了 不是这个球松了 整个都松了 这不知道咋搞啊 然后还有一个手刹 而且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方向盘 现在它是向右边歪的 但是我这个车已经停得很正了 就是这样正着倒进来 平时开的时候也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只要你把这个方向盘打正 那个车子它就会往左边跑 就很神奇啊 这个问题 你看一下那个轮子是不是正的 这样从侧面看 这个轮胎是正的 从正面再看一下 也是正的 正好是正对我的 对啊 我开了好几次了 我往左转弯 那种国道上的左转弯 我只要把方向盘扶正 那就往左转弯 这是可能要是重理一下 我到时候去调一下啊 不过我们今天就是自己也仔细看一看 因为这也是我们自己仔细看的第一次 对 然后所有的问题都总结起来 到时候一起解决 去县堂县城也不容易 有的问题也不会搞像这个方向盘 对 还有这个 这个叫什么呀 当雨的吧 然后就是平时 有时候在里面睡觉啊 或者下雨天 开一点点窗户透气就不淋雨 但是这个松了 不知道我能不能拿胶水给它粘起来呀 这里都松了 对啊 毕竟买的话花钱 我粘一粘不知道能不能粘 对啊 买个新的也要几十块钱吧 买两个的话 对啊 要买两个 他这个最搞笑了 他这个旁边 看来样子也是贴过的啊 但是他这个玻璃 他是这样横着开的 打不开 从里面打开 他是横着开的 所以他实际上这个没用 又搞的搞掉了啊 所以他自己给他撕掉了 这个保险杠 这个不会等下开着开着掉了吧 就像那个尾灯 尾灯一样的 那个尾灯开着开着掉了 对啊 突然之间就不见了 这个保险杠等下自己跑了 应该不至于吧 你看这里好歪的 对啊 就是感觉有点好放的好厉害啊 嗯 这不太结实感觉 到时候去检查一下 哈哈 看看这方向盘下面 这线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干啥用的这种线 他这个是不是有一个盒子 给他罩住的呀 之前 不知道啊 应该全露出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 这样子的话 不知道以后小咪会不会咬这个东西 对啊 还有大咪啊 小咪都可能不会咬 大咪咬的几率更大 他喜欢磨牙 对 这个方向盘就是这样 直接粘着的 粘着那个轮子了 所以打方向特别的重 这上面还绑着这种红丝带呀 哎呀我的妈 这种是保佑出门平安的 应该是 对 他这个开框枫也是这样子的 摇啊摇 这个真的是我小时候 才看到过这种 对啊 现在一般都好老了 按一下就那个了 对 还有这门把手 那这种老化的有吗 啊怎么感觉 一口就掉了全部都碎掉了 而且感觉脏脏的 嗯 然后这个门把手 还是坏的了 就是这个门打不开 好像是断掉了 这个本的就不太好开 然后那天我一开的时候 直接就刮丝了 一样的跟那个 对 没有反应呢 这只能换一下的 这个换应该不贵吧 应该不贵 这个把手 这个车主要就是配件都挺便宜 又好找 只要发动机跟变速箱没出问题就行 所以现在还得从里面打开 要这样子开 哈哈哈 它因为是八座嘛 所以有两排座椅 这个后面 六个座位 你把这个放倒试一下 嗯 这样吗 对 就只能放到这样子吗 就差不多了吧 那我 那我们怎么睡呢 这样子 我躺不到后面去啊 关键是 它粘不起来 对啊 这睡着也不舒服 哎呦 腰痛腰痛 搞不了 主要是横着 睡又短了 对啊 它这个车子里面的 里面的宽度 只有1 1.33米 哈哈 睡一半 只能 就是这个睡觉一点难解决 对啊 嗯 那后排座椅估计也是放不倒的 这是最后一排的座椅 就只能放到这样子 它肯定只能放到这样子啊 你你走开一下 它再放倒就 就放到车外面去了 打到那个后门了 对啊 这是门了 就是这个是没办法放倒的 这头疼啊 这 放行李空间倒是够啊 嗯 我们也没多少东西 就是 对 但是睡觉有点难搞 这个睡觉先别管了 我才看到 后门板子上面有这么多洞 1234567 哇 这应该是掉了块板子 这个 对啊 线都露出来了 好的储物空间呢 这个 可以放到这里哦 这里面很深呢 你没发现 这应该给它盖上吧 要搞个板子给它盖上吧 对啊 不然这样好奇怪哦 这个应该是那个板子 那个挂上处的洞 这钱都没发现的 因为这个沙发挡住了 对 都没注意看了 嗯 还好这两个液压感是好的 关门啊 开门都很顺畅 对 很丝滑哦 这个要换的话应该挺贵吧 应该不便宜 这一看就比较高级 只是这个窗户有点开不了了 哦 这里卡住了 这都烂掉了 这里 这是怎么搞的哦 这橡胶都不软了 估计都防不了水 下大雨 我怀疑这车里面都会进水 那要换掉吧 给它 这些都是意料之类的开销 对啊 嗯 毕竟这么多年了 它肯定没有换过 对啊 这个门上的板子都变成这样了 这都要换啊 这 还有这个座椅套 感觉里面脏得不得了 妈呀 我都不敢伸进去手 这里面感觉啥都有 这不是那个气刀吗 那个刮油漆的 嗯 哦 这里面好 好那个 好脏 这得给它扒掉 这个不能要了哦 这个地垫上面 也这么多油漆 这个应该还能用吧 给它洗一下 就是有点骨包 嗯 变形 对啊 但是如果能用的话 还是先用着呗 就可以省不少钱了 那肯定哦 这随便换一个也要几十块钱吧 那几十三百块钱的这么大 你看这个车整个都铺了 现在我我先拿出来给它洗一下 给它洗干净 它还是好的 也没有什么破的地方哦 我感觉都不好拿出来 你知道吗 那这里卡住了 那我在车里面给它洗啊 嗯 我拿桶水过来给它 这里全部都固定住了 对啊 全部都是固定住的 没事的 我拿我拿过来给它洗了 搞桶水过来 哎 别搞水了 等下变成泡水车的 泡水车 就是搞那个 扫把扫一扫 然后擦一擦 擦一擦 可以的 这样好舒服啊 这个 我看着你确实蛮舒服的 你这样好像那个少爷哦 有这么穷的少爷吗 把空调打开 好嘞 少爷 你这个空调连那个把手都没有了 就只剩下一个铁片片了 用力啊 还有点割手的 这空调到时候要拆掉 没什么用 这么大一个哦 一拆掉的话 可以节省很多空间了 因为它这个是给后排的乘客用的 我们后排没有乘客 哈哈哈 但是它占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你看这个这么宽 有40厘米宽 然后如果我把它拆掉 做成那种塑料的储物盒 它就有30厘米 深 40厘米宽 然后 1米3的长度 那不是个大柜子哦 你所有东西都可以放这里 那我可以把衣服什么的 全放到这里了 都能装得下我们两个人的 就要把空间利用起来 对 这样没一点浪费 在它原来的基础上 换成储物箱 那不箱吗 杠杠的 对啊 这个确实挺舒服的哦 嗯 往这里一躺 那时候小米爬在这里 然后大米爬在这里 哎呀猫狗双全啊 美滋滋 对啊 但是这个车也不 全是没有缺点的 它没有那个 转速表 就是手动脑没有转速表 挂档都不好挂 就值一个时速表 一个水温表 一个油表 现在 去后面看一下排气筒冒不冒黑烟 你把这个车打着 等一下我叫你踩油门你就踩啊 哪个是油门呢 我不知道 这个吗 这怎么会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呢 这是离合是吧 你是不是装的 不是我真不知道 我我考了驾照我没有开过车 哈哈哈 右边是油门 这个啊 右边 这个啊 嗯 那这个是什么 这离合 那这个呢 这刹车 刹车 哦 妈呀 好了 这个是油门是吧 嗯 你等一下踩一点油门啊 踩一点点 踩一点就慢慢 这样子 嗯就轰一点嘛 先把车打着火 他不会来跑了吧 不会 可以 这样吗 啊 踩了啊 那别 我说后面 哦 踩油门 再踩一下 刚刚让上节轰了一下油门 好像这个排气筒还挺好的那个情况 既没有南烟 也没有黑烟 因为有那个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下 要轰一下油门 看一下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就感觉还是可以的哦 但是从这个底盘上面看 它那个 嗯 变速箱嘛 那里好像是 有一点点剩油味 就是那个乌漆漫黑的好像都是油 杨杨 这里那里的你看 嗯 这个 嗯 这算啥呀 这边这个还没有了 前面这个 哎 你不说我还真没发现 这就一个铁柄 这样露出来没事吗 没事 它那个就是一个盖子一样的东西 盖住一下 遮丑的 但是这铁的不也挺好看吗 就是有点生锈了 粗犷的风格 这个发动机 也比较省油 因为它是1.2升的排量嘛 排量比较小 动力比较小 所以比较省油啊 这个就是 可以节省后市不少的汇用 不是说现在有那个报废年限吗 好像是15年还是 这个跟我们这个没关系 我们这个是 飞飞润车辆 就是那种做生意的那种货车 我们这个属于私家车 对 它这个虽然有8个座 但是它的属性是私家车 不然的话我们就14年了 对 对就马上报废了 它这个没有报废年限 我那个 软件上面看了的 它报废年限是到 1999年 真的 对 还可以有好多年 它是那种 后面的这个 车厢这里 如果是那种封闭式 没有窗户 贴了那个反光条的 那种面包车就是15年报废 或者后面 是那种货乡的 一个驾驶室带一个货乡的 也是15年 我们这个就不用 那那个年减呢 一年一减就可以了 以前超过15年 要一年两减 现在改了 现在一年一减就一样的了 那我就放心了 半年一减真的好麻烦 而且年减一次要380 好贵哦 嗯 一年两减要多380块钱 对啊 多减几年 那个车钱都出来了 是的哦 哎 还好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 考虑过的嘛 还挺好 可以可以 把大米抱上去 让他先感受一下 看他怕不怕 女生 你看他怕不怕 这尾巴都这样了 大米说这是啥呀 想跑 跑了 还得花点时间 让他们适应才行 你上去 我再把他抱上去 好 过来 我在这里啊 不要怕好不好 趴着 摸摸 摸摸狗头 嗯 嗯现在好多了好多了 哦 不怕啊 但是不敢动 你是被钉住了吗 只有头敢动 我的妈 尾巴都没动 他真的一动不动在这里 他的尾巴都没动 嗯不怕不怕啊不怕 过来 大咪 我们俩都坐进来 再叫他试一下 大咪过来 他刚刚又跑了 过来 上来大咪 他连门都不开 过来 哪里去了不见呢 躲到后面去了 大咪过来 啊又过来了 过来嘛 胆子怎么这么小了 杨师傅把门关上了 让他再适应一下 这尾巴好歹是摇起来了 嗯嗯开心的 你看 带你去看风景啊 到时候大咪好不好 带你出去玩啊 小咪也来了 他比大咪淡定很多 到处瞄 到处跳 也不说话呀 小咪 嗯 他现在脱毛了 跑一圈到处都是毛 小咪 小咪 我在这里呀 嗯小咪 今天仔细把这个车 看了一圈啊 就还是 挺满意的 对 没什么大问题 我们开了个几百公里啊 什么的 感觉还是很顺 就是关键的点都好像没什么大问题 对 这个车我总共开的话 有时候试车什么的 我这间跑啊 就没怎么拍嘛 这个车我总共开了有五百公里了 就是加上 加上县城 县城那几趟来会跑啊什么的 总共有五百多公里的 还挺好 所以也算是比较靠谱吧 没什么大问题 而且之前就有很多人 问我们在农村生活嘛 就是说难道这样子真的幸福吗 对真的开心吗 今天借着这个 买了这个车回来很开心的心情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真的很开心 对 真的非常的幸福 就是以前骑行的时候很幸福 包括再远 之前骑行之前上班 我也很幸福 然后骑行很幸福 现在回到农村 因为上街的腰啊 各种原因嘛 回到农村 我们也很幸福 现在花三千块钱买了一个破难 我们也是很幸福的 就是这个幸福它的概念 其实很飘 飘渺 那个人的话 我反正是这么觉得 如果那个人他知足 他就幸福 他如果不知足他就不幸福 像很多人 那其实经济条件都非常的好 比我们好多了 但是他 就为什么还是不开心 那就是其实他 没有满足 没有满足嘛 就老觉得自己还有什么东西 得到这个又想要那个 我们的话就现在很知足 对目前的生活 哪怕我 比如说以后这个车子 就像现在这个大环境不好 是吧 因为自媒体 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 他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 拍视频的人 他就跟以前上班的人是一样的 对 总有一天那个行业不景气了 比如说万一不景气了 你就没办法了 你就得办行当 那以后我再去上班 我也是很幸福的 因为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 而且经历的这些事情呢 都让我们非常的满足 所以就感觉这一辈子 都很很知足吧 就没什么好好抱怨 好遗憾的 对就是这样子的 而且这个车嘛 很多朋友也跟我们说了 都是比较实在的人 都是很实在 也是真真实实 是为我们考虑的 就是说这个车 还是太破了一点 这些嘛 我其实也是看了的 但是如果 我就这么说吧 如果是叫我在外面买 那个低于一万块的车 我都不太敢买 真的在外面的话 但是因为这是在我老家 然后我从我 我朋友他自己帮我找的嘛 就是这个价位里面 他已经算是什么 矮子里面 找拔高的了 就算是还是可以的了 就找到这么个车 这个车的车况 可能确实不好 但是 在这个价位里面 他可能 那朋友说已经算还不错的了 因为他发动机呀 因为那些 所谓类似的破难 其实是不太重要的 是无所谓的 他发动机还好 那朋友说发动机 还算可以的 所以就推荐给我的 我这个朋友嘛 怎么形容这个朋友呢 就是 我一辈子 只有两三个朋友的 那种朋友 这个概念 就是从 小时候穿开装裤 就一起玩的 对 应该有几十年了吧 快三十年了 是不是 快三十年了 就是这种概念吧 我这个人没有太多朋友 我不像很多那种 比如说拍视频呢 哪怕不拍视频 有很多在 外面 他会有 天南黑排北的那种 很多人认识什么的 我这个人 就这么几个朋友 所以就是这种概念 所以我还是很信任他的 而且 这个车 退一步 万步说 万一我以后开着 开着突然真的出问题了 那也跟我朋友 没什么关系 对 因为他 这个车嘛 你想 那个人你都看不透 其实这个车也是没办法看透的 而且你就算是个新车 你也不能保证他一定不出问题 对 有些新车他开着开着 说不定都出点问题 这东西就是说 我朋友看 他可能 或者看 没看 看作严 或者说这个车 他就要出问题了 所以这种东西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万一他把我那个了 那就那样了 我也不着急 反正就是 就是 比较 随缘吧 反正没啥 至少目前来看这个3000 来块钱买的这个车嘛 我还是觉得很划算 还是很开心 超级开心 超级满足 对 虽然他破了一点 但是在我这里我还是 把他当一个宝贝嘎嘎的 那起码他为我们遮风挡雨了嘛 对 大米小米也有地方 能够把我家的猫 跟狗都带上 对 他这是最优方案 然后在最小的成本之内 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非常的满足 如果我用其他的方案 这个价位是没办法把那个猫 跟狗 这么舒服的带着 带是可以带 但是这个 狗他倒是无所谓 狗俗话说狗是不怕冷的嘛 嗯 我去外面 我骑个摩托车 或者什么 往外面一拴 说实话 那个狗一点事情都没有 对 但是这个猫 他就比较娇柔 那个猫 就还是有个 比较封闭的 保温一点的环境给他 对 就是 对他他是比较容易硬积的嘛 这个面包车就比较适合他 而且我们不会说 买了这个车去求求求 我家里还有一大堆事 而且这个车我要把它 稍微加一点点东西 然后这个猫的话 就让他先在这个面包车里面 起码要适应一两个月 让他认识这个面包车是他的家 我不会马上带他出去 对 因为他自在惯了在外面 突然让他 接受这个面包车 还是要比较漫长的 狗也要适应 嗯 就是这样子 哎 今天聊了挺多的 看了车什么的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吧 对啊 还是很开心的 对 那咱们明天见 拜拜